梅西先赛季起步堪称完美腾讯体育十月四日训巴萨琴六次,梅西没开二度主宰温布力,赛季起见总进球已达十球。 相比之下C罗云廷才错过本轮欧冠,赛季总进球也仅三球,本赛季起步是远户级老对手梅西,2019年进球奖之争,梅西暂时一马当先,欧冠两轮五球加赛季进球十比三,梅西起步完胜C罗巴萨克战热刺,是本轮欧冠交点战之一。 最终梅西没开二度主宰的历史性功课温布力,首轮欧冠梅西就曾上演帽子七把,次轮随近球少一个,巴萨阿队战整体发挥却更出色。 全场西甲豪门四个进球,都由梅西策划参与制造,而且他还两次射中门数,依次推空门收阻,若运气好些足以被靠背上演帽子七把。 即便如此,梅西前两轮欧冠打入五球,已然创下欧冠生原新纪录,巴萨三线出击,战绩上可,欧冠两战两胜狂轰八球,领跑死亡之足,西班牙超级杯也击把塞维利亚夺冠,联赛最近七三轮不胜,依然以晋升球优势在时领先黄马牌榜首,梅西个人表现则几乎无可挑剔,欧冠二战五球。 联赛七轮六次首发,打入五球助攻四次直接制造九球,联赛场均关键传球3.7次,突破破人3.9次,欧冠两项数据也达三次与1.5次,还能制造两次左右犯规。 梅西在巴萨可谓一注晴天,看看上轮西甲巴萨对雷迪尔巴厄一意上下半时,梅西踢不住场前后惊人反,唱。 足语说明他对对巴萨有多重要。 连苏亚雷斯都警告群队,不能什么都依赖梅西。 C罗一红牌停赛错过本轮欧冠C罗惊下,完成世纪转会加盟游文图斯。 不过在新东甲他的适应期也不短。 前三轮一甲一球未进,第四轮方才开斋。 玄机又在欧冠首轮吃到红牌,四轮欧冠自动停散。 迄今七轮一甲加一轮欧冠,C罗巴战紧打入三球。 倒是助攻,有四次,还比进球多一次。 C罗一甲场军关键传球二点一次,突破过人一点三次造成对手败归一点七次。 赛气总进球比梅西烧七球。 阿莱格里直较有文,以思念有余,成功将原先只能在一甲称王称霸的斑马军团。 打造被全欧前五的实力派球队,两度杀入欧冠决赛,已是一支相当成熟的球队。 C罗要融入原先以十分完整的冠军之师,并不容易,又没有C罗作战风险。 游玩整体表现的差别也并不大,欧冠守战葡萄牙人只亮相29分钟。 透一小时施打11的老妇人,已然刻唱两球完胜瓦伦西亚。 半轮游玩又在主场连贯博尔尼年轻人三球。 迪巴拉还上演帽子技法。 2018金球奖极无望,2019金球之争梅西战先,莫德里奇今年已连夺世界杯金球奖。 欧洲足球先生与世界足球先生三大荣誉头衔,终结梅西西罗对年度两大个人奖项。 金球奖家世界足球先生,长达十年的垄断,不出意外的话年莫金球奖也难逃黄马核心聚首。 金球奖得主权由媒体投票产生,而世界足球先生评选中媒体投票继分环节模的也是优势明显。 西罗梅西年莫多半又再度陪讨,2019年并无中的周期大赛,莫德里奇又受限于位置以及年龄,即无可能重复今年的辉煌。 球技人气取是无双的梅西西罗,又将成为金球奖与世界足球先生最大热门。 单数年欧冠冠军队主将将有七八成胜色,问鼎两大先生头衔。 故而明年梅西西罗冲刺金球奖的PK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八发由人本赛季欧冠战绩,以及两大巨星个人表现,将两轮欧冠打入五球的梅西。 暂时领先零球的西罗,不过欧冠淘泰赛才是重中之重,去年西罗又是凭借2016-17赛季欧冠淘泰赛的神奇表现四分之一决赛到决赛,勿战连入十球,以及帅队成功未免,强势未免金球奖。 谁会记得小祖赛他六轮紧二球的低迷,故而梅西最开局完美一马当先,塞罗也仍有后来居上,赶超劲敌的充足时间与机会。 最终胜负还得开西一两墙,谁能捧起大耳杯,绝带双交在欧冠淘泰赛谁包会更出色,那才是决定性的时刻。 哭哭。